新春佳节喜迎狗年 收到最近几年当红的犬种 柴犬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它可爱的样貌和多变的表情 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无论是年轻人中流传的表情包 还是蜂鸣网络的宠物网红 都可以看到很多柴犬的身影 而在香港中环一带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Grandpa Leo 带着他的五只柴犬在路上散步 五只萌萌的柴犬一起出行的画面十分可爱 让路人旅客大饱眼湖 经常忍不住与他们拍照表面 我养了他们都超过十年了 这个是Yaku 爸爸 Yobi 妈咪 Mochie 大家姐 拖罗 弟弟 Mini 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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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ku 爸爸 是十一年前 我买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很长篇 然后变了现在这么多 其实加上十几个 因为他肥妈生了三次 所以很多都给了人家了 在路上跟五只某某柴犬玩耍 当然开心 但养着五只柴犬正如养着五个可爱的宝宝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谈及养狗心得 李欧表示 要给自己的狗宝宝们定好规矩 管理好他们的情绪 心得就不能说 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要守规矩呢 譬如我们小时候出街 爸爸妈妈或大人都会说 你九点钟好回来 不然下次不让你出 这些就是一些规矩 但是养一堆或两只以上的时候 就会想多些公平和规矩 最重要的不是说他们会听什么command 不是说要听指令 是你要怎样控制他的情绪 只不过我现在在跟你聊天 他很放鬆 你控制到他的情绪很放鬆 他就在这里 我们坐了这么久 我没有叫他坐下 有没有叫他放鬆 因为他知道我们要留在这里 他就在这里放鬆 是等我们 这个人是怎样管理狗仔的情绪 这个也是其中一件 我很想和大家分享的东西 作为热心社会公益人士 Lio认为他与柴犬的关系 不仅限于自己对于宠物的喜爱 他用自己独特的三个层次的理念 向我们细细阐述 保护动物绝不应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我觉得能力越大 责任越大 希望去改变一些东西 改变人对动物对狗仔的association 我们的 mission 会分三个stage stage one 就是说我会帮助多些关于 什么是问题的问题 让多些养狗仔的朋友 或者没有养狗的人 都会多些self awareness 和多些留意一下自己狗仔 或者是说身边朋友的关于狗仔的问题 的行为 或者是说一些要show respect 我经常都说要meutual respect 然后stage two 就是说多些人去养狗仔的朋友 了解多了狗仔的行为 心态和心理的时候 然后会去改善多些少 关于狗仔的行为问题 大家做多些少做好些少 令到别人没有养狗的人 更加会信任和尊重 或者支持动物 最后的stage 我们才说animal protection 如果每天人都跟你说要领养 要大爱包容 但是说你可能出到街 看到其他狗仔都是 哇哇哇哇哇哇 在那儿冲一下冲一下 或者便便它也不执 那还有没有人说animal protection呢 对了 所以我们是分阶段 分不同的层次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唱到人与人之间多点沟通 多点分爱 Lio欢迎人们跟他可爱的五只柴犬 拍照留念玩爽 在这个过程中 Lio也可以分享他的养狗哲学 这使得人与人之间多一些了解 人与人之间更有亲密 我想看看他们会不会是有个地方 中上环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给我们摆档 就是official去做这件事 摆档是什么呢 譬如是说 很多朋友都很想和他们拍照 玩玩 我看看可不可以PMQ 或者是哪个地方 其实是说每天有几个Session 可能每一节是十分钟 十五分钟 甚至二十分钟 他们五个就坐在一个Bench上面 我就去讲我的Philosophies Theories 那些什么东西 多角度逻辑思考的东西 可以有些不同的Tour 可能有这个Session 是内地的朋友 另外下一个Session 是台湾的朋友 或者是说 甚至是讲中文的 都可以一起来听 或者下一个Session 是英文的 我讲完之后 大家可以和他们一起拍照 那整件事就完美很多 那我亦可以分享到我们的东西 那他们亦是有一个Mission 或者是有一个Work 在做东西 就不只是 就不只是 就不只是说 哎呀好特意好Q啊 那样就没有了 请不吝点赞